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今天再做一期 就是不停地在买新的产品试用 还有一些呢 就是公关寄来的东西啊 永远不存在 没有东西跟你们分享的状态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应该也会非常长 刚好前两天 我收到了新加坡NARS 他们寄给我的新的气垫 就是这一款方形的气垫 然后我也很好奇 它的上脸感受 所以今天呢 我会把这个气垫 作为主打 来给你们做一个试测 同时也会测试一些 最近买的新彩妆 那我们就快点开始吧 我已经按照上妆顺序 把这些产品都分类了 NARS公关寄给我的 这个气垫的时候呢 也同时寄给我了 一个超大的高潮包裹 想在视频里面 跟你们一起打开 它简直可以当镜子似的 打开一口 好像是一个手提袋 没错 是一个手提袋 里面有塞两个板子 我大概猜到了 就是他们高潮系列的 一整套产品 我收到的是唇油 就是六四的一个高光盘 还有这个经典的高潮三红 等一下我也用一下 再点上吧 然后我今天上妆之前呢 先用我前两天 我分享过的这个 Boxum的风唇蜜 色号是Dolly 你嘴巴做一个打底 不然嘴巴好干 我最近超级喜欢这个 因为它凉凉的 夏天又很爽 又滋润效果很好 气垫我要测试之外呢 我还想要测试 Huda Beauty的这一款 遮瑕膏 我是昨天在斯芙兰买的 在Instagram上面经常看到 有一些欧美的博主 有分享 然后我现在是在 它的官网上面看 16小时超长的带妆 而且有自然的光泽感 它最后一句话说的很重要 时装越久呢 它会看起来 妆效越好 这个包装呢 是一个方形的 超级漂亮 很简单 我的色号呢 是公关小姐姐给我选的 Mont Blanc 然后里面呢 就是纯黑的 气垫本身 还算蛮厚的那种 也是纯黑的 很简单 反正NARS的包装呢 就是Never Fills You 永远都是这么好看 就简约就是永远不会出错的 看起来超级黄 其实粉出来以后没有很深 感觉比我肤色要白一点 我觉得它这个色号对我来说有点白了 抹起来有点偏奶油 但是推开就是很粉 可是我的痘印一直都会在 这个是前两天在新疆的时候 应该是吃什么羊肉串 然后就上火了 然后这些还没有消掉 我这些比较深的都是质 不是斑 但是我还有一些比较浅色的斑点 就是覆盖在整个脸颊上 然后我的鼻子周围就是比较油 然后会有一些暗沉的问题 眼下的黑眼圈也是一直都有的 然后额头比较暗沉 对 反正我是一个问题很多的人 它遮瑕力好好 我大概占了两小下 就cover掉了这个部分的脸 它的光泽感跟我平时 脸上自带的光泽感蛮像的 不会过分的强烈 然后也不会说特别干燥 还蛮好推开的 你们感觉到我的耳朵颜色也是比较深的 然后脸上颜色比较浅 还有一点色差 你们看我眼睛周围超级明显 暗沉整个就被盖住了 看看清补 这边鼻翼都为了毛孔啊 抖印啊都修饰的不错 但是还是隐约可以看到抖印的 如果这个色号再稍微再暗一点的话 我觉得致盖里会更好一点 摸起来是有一点凉凉的 现在把这边脸上 我觉得它对于我这里的 痘印的遮盖力 我觉得就只有四成吧 而且加上这个颜色有点白 我使劲盖的话呢 它会看起来更有面具感 粉底的色号真的很重要 稍微弄一点点带到脖子里 接上一下色差吧 我个人是一定会定妆的 原因有两个吧 第一个就是油皮嘛 我不定妆的话 它出油它肯定会移味的 第二点呢就是我后续还会上一些粉状的 腮红 修容 高光产品 我如果现在不定妆的话 那肯定之后会跟高状的底妆产品打架 那是的米粉 哎呀忘记用那个 然后这个Huda Beauty的这个遮瑕膏 我今天想测试一下 在眼下这个地方做提亮 然后我今天可能就只能提亮这一边了 我的色号是Cotton Candy 有自己肤色浅的 然后它这个包装是有点像那种眼霜的感觉 或者是唇膏 就是润唇膏 经常会有这样子的包装嘛 它这个感觉就是直接可以怼到眼下 铁的部分还挺凉的 是不是挺 我稍微提亮了眼下 然后还有这个法令纹的部分 它遮瑕力很高 但是推开就是很薄的一层 我正用气垫了这个 我还没有粉布把它铺开 哎 我很喜欢这个 你看我刚才已经都盖过这一边了 它还能够很俯贴的 贴在眼下 但是这个颜色呢 对于黑眼圈真的是遮不住 我两个黑眼圈还在那边 暂时一点点 遮瑕力稍微有提升一点 但是呢 还是不能完全遮住 你像发青的这种黑眼圈 你不用一点带橘色系的去遮 它真的很难遮住 我觉得它这个遮瑕膏的质地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我叠了两层 在之前的底妆上面 它居然都不会显得厚 这个我觉得我想要再去买一个偏橘色的 来遮我的黑眼圈 现在呢 就来做这边脸的定妆 还是用NARS的这个蜜粉 顶一下赤桃的散粉刷 然后我今天的痘印什么的也都还在 看一下现在的妆效吧 现在就是上了蜜粉 然后这边脸是没有用 Huda Beauty的那个提亮的遮瑕 这边有用一点点在眼下 还有发明纹这里 我现在先去把我的眉毛补上 镜头真的看起来好白呀 其实没有那么白 12点 我们开始 记录一下今天的底妆 OK 前两天我不是分享了好几款 欧美的粉状修容吗 这一块Shelotubry的双色 跟他们家新出的这一块四色相比较 因为这一块里面就也有一个这样子的bronzer 这一块真的就是一个bronzer 用来做修容会有点太黄 我手臂上面给你们试一下 这个颜色就是很自然 但是这一块呢 我拿到的这个是Lightgasm 它就颜色很黄哦 它颜色不是很深 可是它是黄掉很明显的 能看到吧 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个修容的话 我会比较推荐还是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很多人说Toku for School也很好用 其实我也有这一块 我是最近才买的 这个颜色真的就是亚洲人会喜欢的那种 不灰不黄的色调 我把三个颜色混刷给你们比较一下 它这个盘的粉真的压得很实 反正这两块呢都是属于比较清淡挂的修容 不会重手 Shelotubry的不会它也不会 但是要论粉质的话 这个CT的粉质还是要顺滑非常多 然后这个块呢就是它表面很容易结块 我已经取不到粉 可能是因为我总是用手指去搓它 如果用刷子取的话 它就不会这么容易结块吧 但是稍微就会偏硬一些 我今天呢就用Art Class来修容吧 羊毛小胖 我已经把它洗干净了 这个是它最干净的样子 然后我三个色混刷 我心疼的去取 然后我练了绒之后 感觉脸整个窄了很多 因为今天这个底妆实在是太白了 对我来说 同样呢 我会占据这两个颜色来做鼻影 学完咯 色调方面呢 我个人是喜欢这样的色调的 我不喜欢太灰的 它的颜色我觉得就是黄掉刚刚好 没有Inglot那么灰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皮肤很白 或者比较偏冷掉的肤色的话 这个可能对你来说会有一点黄 因为以我的肤质来说 我都觉得它在偏黄的边缘了 就是我觉得我的鼻影 今天是比较偏黄的 你要是觉得它很黄的话呢 你就多取一点中间这个颜色 它中间这个颜色是灰掉最明显的 左边这个还有右边这个是比较黄的 所以你就可以多取一点中间这个颜色 来中和一下它的黄掉 但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用的 那CT的话呢 就是修鼻影也是会稍微有点黄 我也是主要用它来修面部 那鼻影本身我也是不会用这个来修的 那如果说我要做一个修容产品的话 鼻影的颜色跟修容的颜色一定要区分开 就是这两个是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做成一个颜色的 比较难 然后接着呢我们就来画眼妆 眼妆我刚才发了一条微博问大家 就是这两块 今年超级火的 Huda Beauty的Neon Palette 我没有买橘色调的那个 因为我觉得橘色调的那个颜色 我已经有类似的Huda Beauty的盘子了 就是那个Coral 我刚刚有发一个微博问大家想看 绿色的还是粉色的 绿色的真的是全盛 大家都想看这一盘 但这两盘我个人私心更想上这个粉盘 这个粉盘我其实一开始是完全不种草的 但是我看了有一个 如果你看YouTube盘主的话 就有一个女生叫Jane 她就分享了一个这个盘子的眼妆 就是有很多这个紫色在里 其实这盘很紫 发现了吗 它有很多很漂亮的紫色 是那种紫罗兰的颜色 紫藤花的颜色 所以我很想要用这一盘 但是因为这个票数比较多 我今天就用这一盘吧 我先把这两盘在手臂上做一个刷色给你们 粉质超级的花 这是紫色盘的诗色 每一个颜色都很花 其实一眼望去就是两个颜色 紫色跟粉色 紫粉盘 前两天我不是跟你们说 就是斯芙兰这个卸妆精嘛 我很喜欢西瓜味的那个 那我不推荐的就是菠萝味的 我是跟西瓜味的一起买的 菠萝味的就是这一面会有很多颗粒感的那种 超级痛 用来就是擦胳膊肘这种地方 擦胳膊肘都痛 绿盘呢颜色缤纷超级多 看它有好几个是偏光色的 整个系列呢 我第一眼看上的就是这个绿盘 就是除了它第一排的这三个绿色之外 其实其他都不是绿色 下面呢 其实是有粉色 有蓝色 有这种偏白的偏光色 还有两个棕色 刷在手臂上呢 它是有不同的偏光 像中间这个白色 其实刷出来是这种粉绿色的偏光 这一盘就是偏光大网 然后它本身的这种绿色调的颜色也好美哦 让我们看看这一盘划出来的效果如何吧 先用最浅的这个绿色 从眼头扫到眼睛中间 让这个橘粉色 眼尾 哇 这两个颜色画一下就已经很漂亮了 赤桃十二 那我们来加深一下眼尾吧 用这个颜色加深一下眼尾 这个颜色好像不太适合 我觉得这个颜色呢 比较适合用手指上 就是油分比较强的那种颜色 用手指上才能把它的亮光展示出来 用这个绿色画在下眼尾巴 则赤桃十四 平铺刷 这个刷子真的很适合用来上下眼影 抖掉粉 哇 看我的刷子的颜色 看得出来我用了绿色 看得出来 眼尾我觉得需要再用一个深一点颜色压一下 用这个颜色 琉璃色系 因为它这个颜色就是一堆亮片 这两个就是一个卧铲一个眼 眼下用这个偏黄一点的吧 眼头用这个盘子里中间的这个颜色 眼头用这个盘子里中间的这个颜色 抖了之后呢它就会有点削弱眼头的那个绿色 其实我本来还是挺想维持它本身就是有点雾面的感觉的 这样子 这样子这一盘就画完了 我上眼线之前给你们看一下 我现在去补眼线 我今天外眼线呢我想画成白色的 之前我在日本买的白色这款的 笔刷呢 是这种海绵头 我还第一次在视频里用的 我觉得这款作为白色眼线笔 它已经非常的饱和了 失败就失败了吧 Oh my god 有那么一丢奇怪呢 OK 我画到这种程度之后 我觉得我内线稍微有被蹭掉一点点 我再补上 一定要让我的内圈是闭合的 不然感觉眼白溢出 现在呢就是 眼妆本身呢就画完了 但是我其实还有几款眼影产品 想给你们说一下 其中有三盘都是Colourpop的 这一盘是公关寄来的 发现他们的公关真的好爱我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他们出眼妆 这个是他们家最新的 叫做California Love 加里福尼亚的爱情 OK 然后这盘的配色 不算是什么特别新鲜的配色啦 就是偏橘棕掉的 有一块特别明亮的橘色 在这里 就有种加州阳光的橙子的感觉 然后其他呢就是比较安全的 橘棕色调 右边有点偏红棕砖红掉的 很安全 然后除了他们家常见的这种金属光粉质以外 还有一个这种金葱 然后这块金葱的质地还不错 就是偏滑顺比较好晕开的质地了 我们刷几个色盘 像这盘粉质特别好 它粉质超好 就是特别滑顺 整个这盘的粉质都很在线 而且色系搭配呢又非常安全 如果说你没有类似的这种颜色的盘 我觉得这一盘如果你在观望的话可以入 它的粉质真的很好 我非常喜欢这一盘的粉质 但作为一个老人呢 我就觉得它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可能也不会为它来出妆容 可能最多就是直播的时候会用它画一下吧 这个是第一盘 然后接着呢就是我自己私下 还是买了这一盘叫 Gave it to me straight 就是颜色比较玫瑰金的这一盘 很温柔的这个色系 搭配的非常和谐 没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出跳的颜色 然后从浅色到深色 它都涵盖的非常全面 也有这种很好看的深的酒红色紫红色 然后像它这种眼尾加深色也有两块 三块 一二三都是哑光的 然后它的亮光提亮色呢 也有这种浅金色的 也有这种骨头色的 然后还有两块 我觉得非常适合做眼窝过度色的颜色 反正这盘的颜色整体 我也是很喜欢 是一个色斑 它每一盘的这个粉质 都是不一样的 以我买过很多盘的经验来看 它不是每一盘的粉质 都是那么丝滑 像这一盘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丝滑程度就不及刚才的California Love 这一盘就稍微会偏干涩一点 但也不是说那么糟糕 也算是平价眼影里的战斗机了 所以这一盘呢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就这两盘都是新手很友好的 没有很荧光的颜色 不会hold不住 色系方面一个偏粉一个偏橘 你们自己去选择就好了 然后接着呢 就是我自己买的另一盘 也是Colourpop 这盘很夸张 然后全部都是一系列 很模明其妙的亮片 这个下面两排完全是大颗粒亮片压成了眼影盘 像这个颜色 你轻轻一碰它哦 然后下来一坨 然后我再给你站 比如说这个颜色 就是我摸到它 就拿下来了一坨吧 感觉就有一毫米厚的粉 这个绿色 这个绿色就是比较偏金葱 它的颗粒是不一样大的 非常非常高调 你们看它的亮度 这里面加了很高的那种附着剂的成分 它眼皮上手上的附着力都超好 然后我现在还不知道要用这盘干嘛 它这一盘就是有一堆亮片 加四个这种哑光的荧光色 我给你们再塑尔吃一下这个荧光色吧 就比如说你去参加那种嘉年华呀 就是很疯狂的那种派对可以用的 咱手上颜色也是超宝 刷在这 就是这个绿色 在手上会看起来像一个柠檬黄色 但其实它也蛮滑顺的 就只是颜色没有那么绿 让我有一点点失望 然后其他颜色就是所见所得 最显色最滑顺的是这个橘色 有一些颜色你在盘子里摸的时候 它会摸起来没有那么滑顺 但是它在眼皮上和手臂上你有化 粉是很容易被晕开的 比如说滑彩盘里头的桑染 摸起来就没有白茶那么滑 但是桑染这个颜色本身就比较不容易做成 那种很滑顺的那种质地 因为它滑顺质地可能出来的效果就变成这样子 就它就会有点晕不开 反而摸起来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滑顺的质地 比较容易晕开 这是我在反复试用了他们答应给我的产品之后 总结出来的 不绝对 你一定要上眼才能知道这个眼影好不好用 然后除了刚才那两盘的还有一盘的就是这个 这是Anastasia他们公关寄过来的 叫做Rivera Palette 这个其实已经出了一阵子了 配色也是超级无敌夏天 你看它颜色就是上下对应的 上面这一排基本上全部都是金属色 下面全部都是哑光色 那我其实有用这一盘试图出一个妆教 我会把我出了的一张照片放在这边 我就是有点觉得那天画的没有特别好 然后就没有把它剪出来 但是大概出来的妆效是一个蓝色的卡克里斯 这一盘呢我相信你是可以把它画得很自然的 你不要用这些奇怪颜色就可以了 你就用这些比较安全颜色它也是可以出门的 但是我就想说挑战一下 不知道有办法剪出来 那天头发有点丑 可能是那天头发丑 有时候真的就是因为头发丑 所以这个妆容就看起来很丑 头发好重要 配色真的是挺特别的 one of a kind 然后眼眼差不多就是这些啦 接着就是脸部妆容 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我有说到的CT的这一块 你不说它其他的 你不觉得它的鸭盘太嚣张了吗 它写的是什么 Glogasm Love CT 然后全部都是超级美的印花 这盘真的是买来收藏的人 我完全可以get 就是它可能买回来就是舍不得用 真的太美了 好美好温柔的 有四个颜色 其中一个是哑光的骨头粉 然后两块是偏光 有点像人鱼鸡的那种颜色的 就是完全没有偏光的一个偏白金色的高光吧 还有一盘的色号呢 是 Lovegasm 它的外包装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里面颜色看一下 就是偏偏像copper 铜色 红铜色吧 然后它颜色相对来说就比较适合皮肤比较深的 看比较适合用来做眼影 它最浅颜色其实也是可以用来做腮红的 高光的颜色就偏香槟金色 更黄更深一点的bronzer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NARS公关季我来的这两盘 它这个系列的包装超漂亮 是硬的 它是塑料的 加金属喷漆 但是是哑光的 有过哑膜 然后整个的颜色就是这种 有点玫瑰金吧 其实应该比玫瑰金要更再红一点 对 三红本人 很漂亮 Orgasm其实我有很多款 先先后后买过很多 在这里 浓郁的粉色里面有细细的金色的偏光 这边的没有一个颜色是可以替代 粉色最明显的一款 像如果你没有买过Orgasm的话 我比较推荐买这个包装的 因为它其他包装呢 就是他们家最早期的这种包装 就黑色的这一款 这个很容易沾指纹 而且用久了的话呢 它可能会变成黏黏的那种质地 因为它有这种弹性期 所以时间长了 它氧化之后就会变成很黏的那种很恶心的触感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Orgasm的这个腮红的话 你可以去买这个包装的 哇 它的包装是3D凸起的 我的妈 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字 显现的是不一样的吗 它每一个颜色都是闪的 好软哦 它是膏状的 它是膏状的 膏状的产品是一把双韧剑 在这 就是右下角的这个颜色 它其实晕开之后没什么颜色 因为有一些高光产品 它虽然摸起来是膏状的 你把它推开之后呢 它就不会那么黏了 像这个它推开之后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黏 偏粉一点的这一款 它也是比较自然的 所以你像你在盘子里看到的这些颜色很丰富的感觉 你把它涂开之后 它其实都变成比较浅的底色 然后和一堆亮片了 你把它真的推开之后 它没有太多的颜色 然后说到膏状呢 其实我还有三支是CT家的 是这三支 叫做Beauty Light Wand Pingasm Goldgasm 还有Peachgasm 我感觉CT家的这个系列呢 就是针对Nars Orgasm 跟他们PK的 因为它名字都响 包装呢是前头是海绵头的 把开关打开之后直接用手挤 OK Wow 好像一个游戳 不太好掌握那个用量 这三个是在这里 然后把它推开 就是CT的这一块呢 它的整体颜色呈现会好很多 你即便是把它推开之后 它颜色还是很明显的 你不会说只留下亮片而没有什么底色 像这个亮度 我觉得它也是比较细腻的那种闪 推开之后它会变干掉 然后它也是有一些亮片的颗粒 可是却细腻很多 所以我今天打算用这一盘 先蘸它这个骨头 我直接用一个散粉刷来蘸 完全就是大面积的扫一下 用电台刷 用右下角这个颜色 哇 这个颜色在我脸上好浅 基本上没有什么腮红色 就是一个光泽感 用在眼下一点都不会粗糙 完全可以把它带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颜色就存在感比较强 打亮一下鼻梁用最浅的这个 这盘好细腻 好喜欢哦 喜欢 还有眉骨 再换一把刷子 用这个最小的 是不是爱上自己 今天妆效都是偏这种夏天 没什么色 但是又有好多色 但是都是很清透的色的这种feel 然后唇膏呢 我今天除了要跟你们分享NARS 他们寄给我的之外 我还有四个 也是我昨天才拿到手的 首先我先给你们看 这个NARS的 Orgasm的这个唇油版 Oil Infused Lip Tint 唇油加染唇液 颜色是很透明的颜色 但是没什么色 然后这个有点像我之前推荐过的 那个膏状的 也是Orgasm系列的润唇膏的感觉 它这款我相信在嘴巴上 可能会更显色一些 我觉得好好看 我这样装就化完了 但是还没有 你看它这个管身里头 有一点偏金色调 超级美的 但是在嘴上呢 它那个感觉就很微弱了 不会看到颗粒感的 筋在里面 就是整体很juicy 很dang的那种嘴唇 果冻唇 接着就是三款 YCL最近红到爆炸的唇油 是这三支 610、613跟617 都是热麦色 610是最偏奶茶色的 613是一个有点像烂番茄 但是没有那么举 617我觉得就是黑胶唇油407那一挂的 偏就是豆沙 有点偏烟熏紫色 是我比较喜欢的 然后我那天上嘴了610 我觉得610就是超级裸 唇色比较深的妹子 就可以跳过的那种 因为真的很浅 然后我先上最浅的610 它这个包装跟黑胶是完全一样的 就这样 就是裸掉奶茶色 很适合夏天 这个颜色对我来说 就是那种闭眼可以涂的 不需要看镜子 因为它的颜色就是不会出错的 素颜涂也没有问题 617就是这个 有点像407的那一挂 还能够 嗯 你快离开背景 拜拜 417涂出来的感觉 这款跟407比的话 更加不挑人一点 颜色是会根据你自己本身 唇色有一点点变化的 然后在我嘴巴上颜色还是挺显白的 我觉得是烂番茄了 然后涂上就是特别明亮 我觉得我显示器看起来就是偏橘一点 其实没那么橘 很好看 不挑人 生唇也不用担心 然后最后呢 这个唇膏 是我在618的时候买的 欧莱雅的一个唇膏 这个应该火了蛮久的了吧 我买的色号是932 Bitter Nectar 也是一个奶茶色 好好看 我的菜 我爱每次做唇部试色 嘴巴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家里没有浅看病 它感觉像是玻璃唇的效果 因为它有点润泽感 我就现在教大家如何涂疯唇涂白 就是我会把它很厚的一层涂满 然后稍微有点涂出去一点点 因为我一般涂完之后 我都会这样 就抿它两下 你抿的那两下 你就是稍微会把它往下往上 蹭上去那么一点 稍微拿一张纸巾 把它擦干 你现在呢 就是它是一个哑光的状态 而且膏体很薄很薄的 在你的嘴巴上面 然后你再加深在 下面一点点 或者你就只涂一点点 然后再抿一下嘴 但是你现在就不要 再实际往上下去抿了 它就是可以把那个光泽感 保留在你的嘴巴的中间 这一块 但是你的下面 你蹭出去的膏体呢 它还是很隐约的保留在那里 而制造出来一种 你嘴巴变厚了的感觉 这就是我平时涂唇膏的小技巧吧 看起来会让嘴巴比较 性感 Juicy一点 没有那么脱唇了 然后这个颜色哦 讲真的 我觉得刚才涂完了这三只之后 我觉得这一只就没有那么惊艳了 因为这三只真的颜色都很好看 然后这个颜色呢 就是真的太低调了 对于我来说 我是很喜欢这个颜色的 但是我觉得它比较挑润 像我刚才上去的那一下 我就感觉到了 如果你的嘴唇比较挑 那种偏紫一点点的唇膏的话 这种奶茶色呢 要小心哦 我觉得会稍微有一点危险 就没那么提气色 最后呢 再提一下这两个产品 是两个定妆喷雾 这一款呢 是去年火到爆炸的 IPSA的这个 就是用钱要摇一摇的 它本来的粉末会大概沉到这里 然后你用钱把它摇匀再用 然后这个喷出来呢 是一种偏哑光的妆效 然后这个呢 是我大概入手了三个月 是公关寄来的 Glam Glow的Glow Setter 我昨天用第二次 还是第三次吧 因为它的喷头非常细 不是细是弱 就是你看 就是你喷出去的那个雾 好弱哦 你会觉得它好像 不知道飞哪里去了 它还是有存在感的 当然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很喜欢 因为它很轻柔 不会破坏你的妆感 但我就会觉得 喷半天它都喷不到脸上 都定不到妆 我是不太想要那么亮的光泽感的 因为又显得我脸很圆 你知道吗 因为太圆呢 你再喷上水 喷上油 就会看起来 整个人就是又更圆了 我比较喜欢哑光妆效会让我的修容产品啊什么的更明显的起作用 而它就会削弱我的修容产品的作用 对但如果你是干燥皮肤或者是棱角比较分明的那种人呢 我觉得用这个 我觉得用这个会让你很开心 然后相反呢 我就觉得这一款还蛮棒的 这个IPSA的这个定妆喷雾 喷上以后脸就是超级的雾面 因为它里头有一种 好像是这种亚光颗粒的成分吧 喷在脸上它就会让你的定妆效果变得很强 然后喷完了以后就是 没有这个的那种亮度 我昨天一半脸喷了这个 一半脸喷了这个 真的是立马觉得这边肥了一半 肥了一倍 对 看一下今天完装的效果吧 现在整体的妆容 好喜欢这一盘哦 好高级好清透 我在眼下那么来回的扫 它还没有什么毛孔的感觉 它就是透露出来一种 嫩嫩的那种 嫩嫩的水的那种粉 超级漂亮 然后最左边这个高光颜色 好细腻哦 我用在了眉骨 一点颗粒感都没有 这盘我就吹爆 如果你觉得这个白色眼线很奇怪的话 你不用这个白色眼线 应该就可以出门了 白色眼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白色眼线就是小淘气 化完装整个人都开心了 有没有 哈喽 下午三点四十九了 基本上还是相当完整的 跟刚才都没差别 而且一点都没犯油光 我觉得鼻子好像稍微有点要出油了 没有刚才的coverage那么好 嘴巴周围其实没变化 就是只不过是我吃东西唇膏掉了而已 之前的痘印没盖住还是这个样子 现在是晚上十点十七分 然后刚出去看了电影 然后已经戴妆了十个多小时了 看下午了 现在脸上有一点油光 特别是鼻子 然后因为看电影嘛 我还哭了 导致我眼下就妆有点花掉 特别是这个白色的眼线 有点斑驳 但是其实我在下午吃晚饭的那个时候 它还没有哭就已经有点要斑驳了 晚上的持妆效果还不是特别好 不是很适合长时间戴妆 然后嘴巴就是一直没有补 鼻子周围有一点蹭到 就是我有用手去按 因为有一点点出油了有点痒痒 我今天完全没有补妆 我觉得整体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除了鼻子周围有一点出油 脸上都很完整 就跟皮肤贴合的特别好 一点都没有脱妆的感觉 特别我觉得这个粉底液的带妆效果还是不错的 拜拜 现在已经是1点20了 我调了一个小时的话筒 说了一下 前两天我不是分享了好几块 修容产品 我的天哪 怎么这么亮 真的是烦死我了 先好了 不买高拿错的 我在宜家买了一个新杯子 上周买的 超级可爱 它有点像一个酒杯 但是又比酒杯要短 然后感觉好可爱 很适合喝柠檬水跟果汁 在学着 那是小时的 那么多 一下 差不多 有点分心 感谢观看